这个地方就因为修剪过重 然后没有叶片的遮挡 桃子一下晒坏了 咱们在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周边的一些影响 修剪过重呢 一些很好的结果枝条 过几天呢 也会出现爆芽子 然后再一个就是呢 它对果子来说呢 咱们也要考虑一些影响 不要贸然的去修剪 你可能感觉我剪重一些 然后这些枝条呢 它就不过强不过旺了 把营养给了果子 其实这样是错误的 桃子的生长呢 它需要周边的一些叶片 来制造营养 而不是咱们把叶片全去了 把枝条全去了 然后就只剩桃子就长嘛 这样桃子生长得更不健康 这个地方呢 因为修剪以后 然后前端冒芽子了 冒芽子了 要不然呢 这些树上的花都特别的好 如果营养充足的情况下 这些花芽 可想二支 就会长出新叶片 这些花芽当中呢 它都是混合花芽 两侧是花芽 中间是叶芽 中间的叶芽 因为营养充足的情况下 它就会生长出小条子 新勺 大家看这个桃子 大家看 这就是修剪过重 然后没有叶片的遮挡 桃子直接晒伤了 即使咱们就是不套袋的果子 在修剪当中 你如果感觉桃子 马上又蓬果了 生长是过强的一些枝 咱们可以给它 留在十公分 四五个叶片 有遮挡的这个效果 也可以 但是修剪成这样了 比端太大了 再根据这个枝条 生长式来说 这个枝条呢 并不粗壮 也不强望 所以这种枝条 完全没有必要去修剪 这个地方 新双呢 继续开始生长了 要不然这些枝条 已经停长了 再看看这个桃子 又是这样 这个晒伤的还比较轻 像这种枝条呢 更不应该剪了 它不是强望枝 为什么要把它剪掉呢 没必要 完全没有必要 看这个地方 把前端的一些强望枝剪掉了 就留了几片 几部叶片 但是呢 就这几片叶子 就对这桃子 有很好的保护 就没有晒伤 这个 这个青微的 也是有一些晒伤 看这个位置 前端这些枝条 都剪了 并且还剪得这么短 如果不剪 它会有一些遮挡 不会伤害桃子 看这些 这是青微的晒伤 这是青微的晒伤 大家在修剪的时候 千万一定要注意 这个修剪的反应 不光是对于咱们这些 新生枝条 这些结果枝条 也要对于桃子 考虑到一些问题 这个品种呢 大概还有20天即将成熟了 我们开始捧个了 这个地方又是这样 哪怕留这么一段 20公分 10公分 它怎么也要是冒牙子 你留的越短了 它只能抱周边的牙子 看这个 生长这些新生这条 这都是修剪反应 如果你留长点 然后它保不齐 就在你减口的位置 它冒一些 它不至于把桃子也伤了 把枝条抱牙了 看这个 这也是晒伤 这就是日着晒伤 都是因为修剪反应 这个地方又是 这种小枝条 为什么要剪呢 等果子棚个以后 留的这个短桩 直接凹在果子里面 这又是最大的一个弊端了 所以在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要注意 以后的修剪反应 现在个子长得还可以 前端这些小枝 完全不用剪 可以把这大枝剪了 小枝留下 完全不用去修剪 这些错误的修剪 谁干的 大家能猜得出来吗 对 就是我老公干的 你们家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越不让他怎么弄的 再三劝阻就是不听 他就非要出现问题了 然后自己才能知道 原来我是错的 前两期视频中我也说了 桃树管理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咱们对于今后的收益 可能会有所影响了 像这种桃子就没有商品价值了 在咱们观看来说 一棵树行也没有三两个 也不碍事 但是在于管理修剪上的 咱们该避免的就避免 毕竟这都是人为出现的一些问题 咱们在于人为管理当中能解决的 咱们尽量去避免 回家 我要找他算账 好香啊 咱们手拿的这个攀桃呢 是美加黄金攀 美加黄金攀 在我们河北衡水的成熟期呢 大概就是六月下旬成熟 它的果个呢 都在六两到七两 然后是一个黄肉毛攀桃 它这个果形呢 是比较端正的 果香味比较浓 含糖量在十五到十六 这个桃子非常的甜 并且香味特别的浓 美加黄金攀 它的果形果个 比这个中攀期 果形要大 高装 果形 端正 比中攀十一的果形呢 也端正 同期桃子成熟当中 它的含糖呢 也比普通的这个黄金攀 糖分高出一个到两个 另外呢 它这个底盘 生长得比较好 它底盘呢 它是比较浅底盘 浅底盘的桃子呢 就不容易出现顶果 掉果 甚至于咱们摘果的时候 裸皮的现象 所以它这个果形 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家黄金攀 套袋呢 是金黄色 不套袋呢 是橘黄色 但是我感觉啊 黄肉毛桃 还有这个黄金攀呢 咱们可以套成那种白果袋 就像咱们书上这种白果袋 白果袋呢 上的是原色 它是橘红色 同时也解决了鸟害 虫害的问题 套白果袋 比套这个复合脂 遮光性果袋呢 它这个口味更浓 然后香气更浓 也就是风味更浓厚 糖分更高 关键的是采摘期更长 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套复合脂 就是遮光性比较好的果袋的 尤其是黄衣 成熟期太快了 但是不套袋的 到现在为止挂了20天 它都没有软果 所以咱们要认真的去考虑一下 以后呢 咱们的果子是不是要考虑 套这种白果袋 并且白果袋的价格 比这个遮光性好的果袋呢 它这价格要下降 下降三分之一呢 这样的话 咱们成本降低了 桃子采摘期长了 口味更浓了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趋势 有人说了 可上收购的时候 它有金黄色的果子 今年的黄衣 反色了吗 同样也是这种 偏红偏黄的颜色 如果要是套这种白果袋呢 它是红色 如果大家想看到这种红色 带黄的 还有一种果袋 就是单层的 红条纹 黄条纹 没有什么遮光度 但是它呢 也能起到白果袋的作用 所以从明年开始 咱们一定要在果袋上 来好好调整调整 谢谢大家 观看视频 想了解更多能力知识 关注 关注红球果园 像咱们园子这种状况呢 是不应该出现的 回家 我要和老公 好好商量商量 让他看看 他自己犯下的这个小错误 一修剪上 在一管理上呢 他涉及的并不多 一直去上班 但是我不在的时候 他就剪了 回头呢 要和他说一下 但是大家呢 一定要记得 这个 头数修剪当中 一定要考虑周边的影响 考虑修剪反应